辉瑞与莫德纳疫苗 空与罕见心脏发炎有关 一群为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CDC 提供建议的医生在6月23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辉瑞与莫德纳疫苗可能与出现在青少年 及年轻成人身上的罕见心脏发炎病例有关 美国疾管中心辖下COVID-19疫苗安全技术工作组 The COVID-19 Vaccine Safety Technical Work Group 发表这项报告 报告表示 男性青少年及年轻成人在接种第二季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-19 mRNA疫苗后 发生心肌炎Myocarditis及心包膜炎Pericarditis的风险明显较高 mRNA抑制性是核糖核酸 包括辉瑞、Pfizer、疫苗、莫德纳、Moderna、疫苗及德国CureVac疫苗 都是采用mRNA技术 但美国疾管中心也在另一份报告中指称 接种疫苗后的心脏发炎患者 通常能够顺利康复 健康生活编辑部 接种疫苗后的心脏发炎患者 感谢观看